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水南宜宾城区 夜幕下 一起罪恶交易正在实施 侦察员胆大欣喜跟踪调查 犯罪嫌疑人行动诡异 狡猾多端 案情顺序万变 警方苦心经营 一桩跨国贩毒案浮出水面 罪恶交易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宜宾位于四川南部 与云南贵州接壤 奔腾不息的金沙江 明江 在这里与长江汇合 因此宜宾有着长江第一城的美誉 宜宾自然资源丰富 交通四通八达 辐射周边人口多达两千多万 成为连接成都 川南 潘西经济区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 2014年2月的一个夜晚 一辆罢有广东牌照的 银灰色小轿车 在宜宾城区忽快忽慢的行进 不动声色 紧跟其后的 是宜宾警方的侦察员 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 前面这辆 银灰色小轿车的主人 名叫王胡子 与警方苦心经营的 一桩读案有关 他之前有大量的很多 很多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联系吧 都活动得非常的 很诡秘 警方此次的跟踪并不顺利 王胡子开车在宜宾城区兜了几个大圈子 跟踪了将近40分钟 警方发现 王胡子将车停在了一家茶馆旁 然后进入茶馆 进了茶馆以后 待了几分钟 就发现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也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工作对象 关某 犯罪嫌疑人王胡子和关某 在茶馆的这次碰面 看似普通的喝茶聊天 然而 在侦察员眼里 并不简单 在交换的时候 就发现王胡子和警官的两人都非常的警觉 因为他处在犯罪的预备区 他和正常的行为有很多就有不同 这个刑事案件通常都有现场 我们是通过现场的一些证据 痕迹物证 反过去找犯罪嫌疑人 而毒品案件 通常是我们发现案件线索 发现犯罪嫌疑人以后 我们通过掌握他的行踪 轨据 然后收集一些证据 这种证据又是相当不好收集的 收集一些比较困难的 因此通常一个毒品案件 要经营一年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像王胡子案子 我们就经营了一年多 时间回溯到2012年10月 伊宾市公安局进毒支队 得到情报 伊宾南西区 一名叫王胡子的人 有重大贩毒嫌疑 此人究竟当地西贩毒人员 多次前往云南 景洪等地购买毒品 通过我们前期工作 发现他的运动轨迹 就是从西山板那边 然后到昆明 再到伊宾 最后分成两条线 一边到成都 一边到重庆 伊宾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的办案民警 掌握了王胡子的贩毒通道以后 开始出查王胡子的活动规律 发现 王胡子每隔一到两个月时间 就会离开伊宾 渐往云南西双板纳 每次往返 逗留的时间很短 乘坐的交通工具 也不固定 一般那个 教育之前 都是频繁的 那个来往于 那个四川啊 云南啊 这些都来往的频繁 他就是一种 目的性很强的 就去 他的心理都很少 一般就是 就是 就是贪了 贪了就走 有没有其他的 什么事情就没有 伊宾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的办案民警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 又摸清了王胡子 贩卖毒品 惯用的手法 有的时候是坐飞机 有的时候是 长途客车 到云南西双板纳去 练货 练完以后 觉得那个货可以 然后那个云南上交 再按照他们指定的 那个地点 把那个大货车找到 把这个毒品啊 尝到水果里面 然后跟他们运过去 运到以后呢 王胡子他们呢 再安排人 去把毒品取出来 办案人员 在侦查的过程中发现 王胡子狡兔三枯 不停的变换 在一并的住址 每次跟踪的难度很大 在侦查过程 肯定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跟踪的时候啊 就是尽量不和这个嫌疑人 比如说眼神啊 什么之类的 对视啊之类的 就不能跟他留下 那个任何的 有些我们曾经 在他面前出现过的痕迹 那个脸吧 在他面前路过两次 他有可能就要引起怀疑了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都非常小心的 都是非常 不能这样 绝对不能暴露 因为一旦一暴露 他可能嫌疑人 他可能就要终止 他的毒品 那个交易啊之类的 对那个工作的开展 肯定反而就不利了 大民警对王胡子 进行了长大一年的跟踪 无奈 王胡子非常狡猾 警方一直没有搜集到 王胡子贩卖毒品的证据 这个王胡子吧 他有那个震荡的职业 他经常就用那个震荡的职业 演示他的那个 一些非法的活动 把他演示 因为他有钱 就把公安警官打过很多交道 他对公安警官的很多方式 他已经比较熟悉了 态度也说 那是非常嚣张的一个 公安警官 他认为 一直认为 公安警官是随便你怎么办 那我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 王胡子 原名王某文 宜宾南西人 现年47岁 因为脸上的胡子比较幸福 任重绰号 王胡子 在茶馆与王胡子泡面的官某 现年47岁 是王胡子的同乡 这个官某是王胡子的同学 以前是做生意的 后来生意做亏了 手里没多少钱了 他又基于翻本 这个王胡子呢 在云南呢 又有购买毒品的路子 买得到毒品 因此两个人呢 就商量 就是买毒品回来 卖 卖到以后赚钱 这个官某呢 是这个主要的毒品 这个出资人 王胡子生性多疑 极具反侦查能力 那么2014年2月的这一晚 在茶馆里弹性正浓的 王胡子和官某 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呢 官某进去以后 和他谈了几分钟 我们就发现 那个王胡子 拿了一个包出来 往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茶馆的这次跟踪 办案民警发现 王胡子很神秘地 将一个提包 交给了官某 最后判断 这是他们进行毒品交易的前奏 当时我们就判断 他就应该是那个毒子 把他准备一些 比如说福利嫌疑人的毒子 或者是购买那个毒品吧 需要的一些定金啊 毒子之类的肯定就是 从他那个神态上 肯定看出来的 官某拿到提包之后 很快离开了茶馆 王胡子也消失在 一幕之中 第二天 负责跟踪官某的侦察员 发现 官某拿着前天 王胡子交给他的提包 首先进了宜宾的 一家银行 发现这个官某第二天 就到银行区了 需要就发现他 拿了很大一笔钱 在银行里面存 侦察员发现 官某这次贵款 将近50万元现金 毒资一旦会给 云南西双版纳的上家 上家便会通过 缅甸境外的毒销 购买毒品 贵款他有时候 是在柜员局上去汇 有时候在银行去汇 那个上家是 会提供不同的账号 不是一个账号 是几个账号 然后分别汇进去 那个上家收到钱以后 太太能把毒品发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 宜宾警方发现 折服已久的王胡子 终究难抵毒品的诱惑和暴力 准备再次伙同他人 到云南通过境外 购买贩卖毒品 宜宾市公安局 立即成立代号为301的专案组 从禁毒计真制队 抽调近20名金干警力 开展侦察工作 我们侦办301贩毒案件 主要是要查清 整个贩毒网络 它的上家是谁 上家的毒品怎么来 来了以后怎么运输 到达移病以后 要查清楚它的下家是谁 他们这个是怎么运输的 毒品是怎么交易的 那么从搞清楚 整个网络以后 要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战果最大化 树南宜宾城区 夜幕下 一期罪恶交易 正在实施 侦察员胆大心细 跟踪调查 犯罪嫌疑人 行动诡异 狡猾多端 案情缓缓相扣 瞬息万变 警方抽丝剥茧 苦心惊盈 罪恶交易 天望栏目 正在播出 2014年2月 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 终于发现 主要贩毒嫌疑人 王胡子 将要进行一宗 大的毒品交易 主要贩毒路径 是通过云南的一个上家 在缅甸境外购买毒品 然后经云南运往四川 分销至重庆 最后 宜宾警方立即成立中难组 针对以王胡子为首的贩毒团伙 展开侦察工作 因为通过我们前期侦察了 王胡子这个犯罪团伙 它涉及到人员比较多 那么我们根据案件的情况 分了三个工作组 一个工作组前往云南 西藏版纳 一个工作组前往成都 另外一个工作组就在本地 因为王胡子 他的主要的大本营就在本地 所以说 这个三个工作组 同时开展前期的侦察工作 2014年2月18日 为了彻底斩断王胡子 这条跨国贩毒通道 宜宾警方分三个侦察小组 赶赴云南成都等地 而当务之急 需要云南侦察图的民警 尽快找到王胡子的上家阿阳 我们当时是中午出发 预计是第二天下午 中午就应该到达西藏版纳 然而 让侦察员始料未及的是 他们刚处四川不久 由于天气原因 就遭遇到了云南方向的大雪封路 我们就只能绕国道 短短40公里路的冰雪路面 我们就走了大概五个小时 一场大雪打乱了侦察员的工作计划 宜宾到云南西藏版纳 原本二十个小时的路程 民警却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因为当时案件已经非常紧急了 王胡子已经把钱打到了阿阳的账户上 就意味着阿阳随时可能发货 如果我们不抢先赶到西藏版纳 确定阿阳的身份 确定他运送毒品的方式的话 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就失控导致失败 三天后 专案组民警赶到云南西藏版纳 马上展开侦察工作 他们的首要人物就是 尽快找到为王胡子购买毒品的上家阿阳 为了找阿阳我们也是动用了很多侦察手段和方法 侦察人员也是基本上二十四小时的连轴转 不停地在寻找 直到大概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我们终于在一个小区里面发现了他的身影 把他找到了 阿阳是云南本地人 是个吸毒人员 从我们前期侦察发现 他的毒品应该是从境外缅甸买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毒品质量比较好 还有价格比较便宜 对王胡子是几年到云南吸完的时候 认识了阿阳的 而且两个都是吸毒的 然后就相互联系上了 然后王胡子就通过阿阳购买毒品 他们相互商量 就是用什么方式 最隐秘 最不停发现 他们就采用了用购买水果 将毒品藏在里面 人祸分离 然后这种方式运过来 宜宾警方在云南西双反纳 对阿阳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 汉快发现 阿阳在四处联系购买香蕉 按道理他收到毒汁之后 应该是尽快地筹备这个毒品 但是发现他那两天老是去逛水果市场 不停地与各种商贩 特别是卖香蕉的商贩 进行这个商业 好像是要买大中香蕉 运往四川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了解到 我们就觉得特别反常 阿阳在水果市场漫不经心地闲逛 反反复复不断地变换水果摊铁 并对香蕉产生了兴趣 一边挑选香蕉 一边私底观察周围的情况 阿阳他反正不管你走到哪里 他是很警觉的 他要守护右盼 看你周围的人 看周围的人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些人感觉 然后反正很敏感 然后要不停地到某一个地方 就要注意看周围的车辆车牌这些 从我们的感觉 他应该反正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阿阳在水果市场逗留了近三个小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开始预定拉运水果的货车 警方有此确认 阿阳准备实施运毒的方式 联想到我们之前对他行踪的一个判断 以前他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也有将毒品藏力在水果当中 运往我们四川的这样一个活动规律 我们就联想到很有可能他这一次的运送方式 还是采取把毒品藏力在水果当中 以货车货运到四川这样一个方式来运送毒品 在云南负责侦查的半岸民警 对王胡子的上下阿阳进行密集蹲守 一旦阿阳往四川发货 四川一并专案组便能及时得到准确的信息 而另一路在成都的侦查院 则重点遵守王胡子的合伙人关某 因为关某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去住 专案组得知的情报信息 成都将是王胡子一货进行毒品交易的最后地点 这个关某在成都有个比较高等的小区 住了一套房子 这个小区比较大 每天进出的人也很多 因为那个关某呢 平时身居检出的很少出来 应酬也很少 因此我们在那个小区门口登搜了几天 都没有发现他 就蹲守了几天以后 发现他一个人出来了 一个人开了一辆车 往成都的郊区去了 关某从租住的小区出来之后 侦察员发现 关某首先上了自己的私家车 然后开车离开了成都市区 竟直往成郊方向市区 那天我们跟上关某以后 就发现他一个人开车 往成都的盆州方向去了 一直跟他40多公里以后 我们发现他来到一个很大的水果市场 关某进去以后没有买水果 反而跟水果市场的物馆人一样 联系这个准备租赁一个存放水果的冷库 关某到成都郊区某水果批发市场后 对水果没有什么兴趣 而是目标非常明确的奔向水果仓库 照人洽谈盛放水果的生意 为即将从云南运来的毒品做准备 那么这里会成为王胡子一伙最终的藏毒地点 结果云南主要反馈出来的情况 阿阳在那边入买了大量的香蕉 准备把毒品藏在香蕉里面运过来 因此我们就判断了 这次这个毒品下货地点应该是这个水果市场 树南宜宾城区 夜幕下一期罪恶交易正在实施 侦察员胆大心细跟踪调查 犯罪嫌疑人行动诡异 狡猾多端 案情缓缓相扣 瞬息万变 警方抽丝剥茧 苦心惊语 罪恶交易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专案组根据侦察的情况 判断 成都郊区的这个水果批发市场 有可能是王胡子和关某藏匿毒品的地点 于是在仓库附近即使不顾 以等待最佳时机实施收房 2014年2月27日 负责在云南侦察的宜宾警方发现 阿阳已从境外购买了毒品 并秘密将其藏匿在购买的20吨香蕉内 用大货车将毒品运往成都 装好货之后 货车司机就直接往昆明方向行驶了 阿阳在顺利地把货车司机 押运出这个西双马拉境内之后 他就没有离开 因为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 我们也知道阿阳他只负责 西双马拉境内的这个发货 只要发出货了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云南侦察组当即兵分两路 一路秘密对货车进行跟踪 另一路对云南的阿阳继续实施监控 当时正是西双马拉一个水果承受的旺季 全国各地的货车都是往西双马拉购买这个水果 然后路上跑的全是货车 阿阳叫的这样货车司机 在路上的生活规律跟其他货车司机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管是他加水 吃饭 休息 基本都一样 我们判断这个货车司机 他是不是知情的 因为如果他知情的话 他应该选择可能连夜赶路 或者说加快的行驶速度等等 但是从整个迹象看来 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不知情的 云南西双版纳的阿阳 一将毒品藏匿在二十吨香蕉内 用货车发往四川 一并警方对王胡子知识观谋 在成都郊区租下的用于藏毒的仓库 也掌握得非常清楚 就在警方等待收网之际 发现狡猾的王胡子身在宜宾 并没有去成都与关某会合 而是有了新的动向 我们宜宾这个组 通过工作就发现 这个王胡子又安排 万蒙在宜宾江北的水果市场 做了一个陈房水果的冷库 当时我们就产生疑问了 为什么这个关某在成都住了一个冷库 万蒙在宜宾住个冷库干什么呢 这个毒品究竟是在成都下 还是在我们宜宾下 当时我们就产生了疑问 不好判断 狡猾的王胡子在宜宾 遥控另一个同伙 万蒙 在宜宾江北区某水果批发市场 也租下了一个仓库 万蒙现年34岁 宜宾南西人 万蒙是王胡子的同乡 前几时我们正常发现 每次的毒品交易 万蒙都出了小部分的毒汁 这个他是王胡子的那个活活人 既然关某在成都已经租好了仓库的仓库 为什么万蒙又要在宜宾同时租下仓库呢 难道王胡子最终运送毒品的地点有了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了确保万蒙医师 就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亚安 因为亚安这个地方呢 他是西藏到成都或者到宜宾的必经之路 他是十字路口 所以说在那里观察了 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毒品 在我们事前范围之内 专案组江王胡子 有可能改变货车卸货地点的信息 即是通知前方负责跟踪的侦察员 此刻侦察员更加关注货车的行驶路线 2月28日深夜 侦察员发现货车经过亚安以后 并没有是向成都 而是开往宜宾方向 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货车应该是到宜宾来了 叫他们做好准备 这时负责在成都遵守关某的侦察员发现 关某也有了动静 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在租好的水果仓库逗留 而是离开成都前往了宜宾 此刻天空下起了大雨 案情瞬息万变 稍纵即逝 侦察员茂宇一路跟踪关某 从成都赶回宜宾 由于王胡子一伙 极具反侦察意识 在运送毒品的货车上 安装有GPS定位装置 任何环节一旦出现异常 他们又会立刻停止交易 用来逃脱公安机关的打击 而这次的贩毒活动 多种迹象表明 王胡子的接货地点 已经由成都盖在了宜宾 专案组立刻改变收网方案 制定详细的抓捕计划 毒品案件特别是大药案件 贩毒分子都非常狡猾 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比如说它的运输路线 它的毒品交易地点 随时可能改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的大药案件 都有两到三套预案 作为破获权案的安全保证 那么宜宾警方 接下来将要实施的收网行动 能否成功呢 树南宜宾长去 夜幕下 一起罪恶交易正在实施 侦察员胆大心细 跟踪调查 反对前一人行动诡异 狡猾多端 案情缓缓相扣 瞬息万变 警方苦心惊艳 一桩跨国贩毒案件 浮出水灭 罪恶交易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3月1日 零点左右 藏有毒品的大货车 从云南来到宜宾 货车从宜宾高速收费口 出来之后 并没有急于进城 而是将车停在了路边 根据我们的判断 他应该是在等人 因为在我们云南侦察的时候 我们发现 阿阳是临时找的 这个货车司机 这个货车司机也是本地人 他对宜宾是 肯定是不熟悉的 我们判断 他应该是在等人 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 侦察员发现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从成都连夜赶回宜宾的 官某 官某和货车司机接上头之后 很快上了藏有毒品的货车 随后带车往宜宾城区逝去 负责跟踪的侦察员 紧随其后 适合掌握货车的活动轨迹 官高宾上车以后 我们就跟着这辆货车走 我们一路跟着这个货车司机 果然他就是往仓库方向过去了 货车行进大约四五公里以后 很快来到位于宜宾江北区的 一个水果批发市场 这个水果市场就是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万某提前租下水果仓库的地方 不出侦察员所调 此时万某早已在这里接应 带着几名不知情的搬运工准备卸货 当时我们就分析 他应该他们之间还是有明确的分工的 就是万某负责带领一批工人吧 来负责下货 万某就负责带领这个货车司机 把这笔货送到这个仓库里面 此时夜幕低垂 大雨滂沱 深夜 除了几名不知情的搬运工准备卸货以外 周围一片寂静 万某和万某已经出现在仓库现场 侦察员唯独没有看到王胡子的影子 通过我们前几次的掌握 王胡子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般不会轻易出现的 这个人比较讲华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他要把这个自己的风险 降低到最低限度 根据我们以往办案的经验 这种大药案件的主犯 他一般都不会在中心现场 他都是在现场附近观察 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为了逃避打击 如果出现特殊情况 他就会逃跑 那么这个案件 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侦察工作 而且现场我们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说王胡子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指挥部觉得抓捕司机已经成熟 所以说下达了抓捕命令 三月一日凌晨一点 在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逃过警方的侦察 可以轻松卸货的时候 宜宾警方在云南四川两地 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云南的上家阿阳和宜宾王胡子一伙 全部落网 我们当时在水果市场把几个主要犯罪嫌疑控制以后 然后就把他们和运香蕉的货车一起邀请在市区的院办里面 我们一边组织人对几个嫌疑人进行突甩 一边组织人对车上的香蕉进行下货查找毒品 突甩的时候官母就交代 他说毒品确实是藏在里面 当时他说是藏在香蕉的第四层下面的一个地方 具体的地方他也说不清楚 办案民警随后对大货车上的1500多件 及20吨的香蕉进行搜查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侦察员一直找不到装有毒品的箱子 这个压力很大的 因为这么多香蕉如果下下来找不到毒品的话 我们的办案风险就比较高了 一边警方坚持竹箱对香蕉进行检查 连续奋战五个多小时后 办案民警终于将毒品查获 当时说实话真的是累得不行了 上千香香蕉卸下来 但是从上千香香蕉里找出毒品 但是真正看到他那一眼 终于心里这块石头就放下去了 尝尝他输了一口气 这次抓捕行动 一边警方从二十吨香蕉里面 共搜出九万粒马骨 重十公斤 而且在审讯中 案情有了更大收获 毒品被我们找到以后 其中一个嫌疑人 愿意配合我们到重庆去 抓一个他的毒品下家 我们毒品案件将一个追上打下 于是我们就押减着这个嫌疑人前往重庆 准备去抓他的一个下家 2014年3月3日 四川宜宾专案总民警 赶赴重庆抓捕王胡子贩毒团伙的下家 那么我们请求审定协作 重庆警方全力配合我们对下家的抓捕工作 我们到重庆以后 找了一个披静的宾馆 然后这个时候就让这个嫌疑人 跟他的下家龙盟打电话 让他过来接货 不一会儿龙盟就过来了 带着这个毒脂嘛 购买毒品的钱就过来了 在重庆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四川宜宾专案总民警 将前来交易的四哥罗某当场抓获 至此 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经过一年半的经营 在云南重庆警方的大力支持下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贩卖毒品案 抓获贩毒嫌疑人6米 缴获马骨10公斤 独资8万多元 贩毒车一辆 斩断了一条从缅甸到西爽板纳 经宜宾转至重庆的贩毒通道 我们这个案件是个特大的跨国贩毒案件 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营 在这个经营过程中间 遇到了很多酸甜苦辣 而我们的同志是迎难而上 都能够把这些问题一一的划解 特别是从工作角度来讲 我们每个同志都竭尽全力 付出自己的心血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好 我们的正常谋略也好 最终都证明 我们所做的一切 和我们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正确的 而且呢 有了很好的结果 大家内心都感到很欣慰 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被宜宾警方依法逮捕 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进行起诉 等待王胡子犯罪团伙的将是公正的审判 风景秀丽的山区 悬崖下惊险异常 夜晚一名女子失踪 警方介入调查 神秘的黑色旧车 多次在监护中出现 一条回家的路 为何使它走向暗夜五边 夜色迷途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天网栏目